李先生在温州工作 前几年在鹿城区桂宇江南小区买了房子 花了200多万 2023年交付后入住 这边噪音就是一直是这个很稳定的 货车过来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我说高一点 然后光窗的话 它是噪音是基本上就听不到 就是货车过来震动偶尔停一下 但是开一点点缝他就声音就很大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李先生所在的楼洞旁边有一个加油站 直线距离100米左右的地方 是东欧大桥 李先生介绍家里装的是双层玻璃 能隔绝一些生意 但平时起居还是习惯开着窗 东欧大桥那个跟果道是迎接起来 就是这边欧北那边货车什么 反正车都是从这边过的 晚上三点钟的话 五点钟货车比较多 基本上24小时都有车 还有这样的话 就是货车晚上过来加油的话 那个结束的话那个声音特别像 刹车声音就听得很明显 主要是在住着很不舒服 你进去的话就要全部关上 开窗的话你听多了 你就很烦躁 心情会特别烦躁 就思想集中不起来 就是做题的话 有时候就做不出来 李先生在培训机构上班 说是回家也会做做题目 这座东欧大桥是2000年通车的双向四车道 限速60公里每小时 是温州市区通往永家县的一条通道 最好的话就是那边东欧大桥能稍微出现隔音版这些人弄一下是吧 那其他户业主跟你们反应有点多吗 目前来讲实话讲也不是说特别多 大概七八户 可能说那一栋的话 就是距离这个桥比较近 我们物业呢也跟这个相关部门进行反应过 反应过了之后呢 得到的答复跟这位业主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先有的桥 后有的小区 我们现在是下一步的动作呢 就是说我小区的业委会正在成立 业委会成立了之后 然后我们物业联合业委会 联合街道 再去向相关部门进行反应这个问题 一行人赶到了双语街道 工作人员没有接受采访 此前双语街道工程管理科 曾回复李先生 东欧大桥暂时没有设置 隔音设施相关规划 小区房屋已经通过验收 施工建设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李先生表示 愿意等等物业方面的工作 同时也会先自行做一些隔音措施 邀包黄剑记者温州报道